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新聞 先不開始來關心國際消息 美國總統川普 位在紐約的大廈發生火災 雖然火事目前已經撲滅 卻造成一名住戶重傷 四名打火弟兄親傷 紐約第五大道的天際線 冒出熊熊火光 川普大廈50樓 7號晚間6點發生大火 濃煙迅速蔓延到其他樓層 警銷人員到場後封閉 附近的路段展開滅火 起火原因還在調查中 仍在華府的美國總統川普 稍早透過推特發文表示 大火已經撲滅 也向消防人員致血 德國西部大臣明斯特市發生汽車攻擊事件 一輛槍行車衝撞餐廳的露台 由於當時有許多顧客正在用餐 因此造成至少兩人死亡 二十人受傷 其中六名傷勢嚴重 貨車駕駛隨後 引擔自禁 德國警方表示目前還找不到 嫌犯的犯案動機 並且在嫌犯的公寓展開搜查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嫌犯還有一名同夥 已經逃離事發現場 警方正在全力追查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在加薩邊境的衝突 已經持續超過一個星期 一名巴勒斯坦的記者冒險採訪的時候 遭到以色列軍方的槍擊喪命 巴勒斯坦記者協會發表聲明 譴責以軍的士兵向巴勒斯坦新聞記者開槍 也呼籲聯合國籍其相關機構 立即採取措施 保護巴勒斯坦的新聞工作者 身穿藍色防彈背心 上頭印有大大的記者字樣 人無法抵擋無情的槍火 殉職的記者莫塔加 6號在邊境100公尺外 拍攝抗議群眾 燃燒輪胎抗議時 遭到以色列軍方的襲擊 當時正在拍攝的莫塔加 子彈正好貫穿了夜下 因此傷重不治 這類中南部的祁林火山群 最近活動相當的頻繁 負責監看火山的智利國家地質礦產局 將祁林火山的警戒層級 提高到第二級的橙色預警 火山爆發的機率相當高 濃濃白煙不斷竄出火山口 祁林火山群擁有17座的火山口 其中一座正在噴發岩漿 觀察單位也記錄到整個火山群 最近發生800次噴發 以及4000起小型地震 智利政府不敢大意 趕緊部署救難人員 同時協助疏散居民和觀光客 這算不算是無望之災呢 印尼的殖民丁怡 一户照姓屋主的二樓住家 悲場火燒得金光 屋主和太太兩人受傷住院 鄰居聯繫上慈濟 志工這天動員了30多人 清除了屋裡所有燒得焦黑的物品 也驅走受災戶無助的心情 整間屋子焦黑一片屋內家具 全都複製一具 一場大火燒掉了趙家的二樓 慈濟志工趕緊為他們送來 必要的生活物資和維穩金 這場火發生在印尼的殖民丁怡 受災戶趙先生與妻子都受輕傷 在醫院禁養 慈濟志工送來關懷 也協助他們把燒毀的家復原 打掃完後 志工也前往醫院 探視受災戶 祝福他們一家早日回復正常生活 《大愛新聞》 這是美志工黃國淨 蔡巧琳 印尼報導 美國達拉斯大約幼兒園 10歲的生日 很多人都回到了這個大家庭 2008年成立以來 第一屆畢業生已經是高中生了 也回到母校 還有服務9年10年的教職人員 感性分享內心的觸動 美國達拉斯大愛幼兒園10歲生日 愛熱情 愛熱情 第一屆畢業生 如今已是9年級高中生 也回到母校大合唱 一路走過10年的園長林金如 或許青春不在 但對教育的熱情優存 讓我從10年前那位 幾乎不太敢看家長說話 遇到事情動不動就哭的老師 有些家長知道我會不會哭 到現在 雖然趁不上公領來讓你去 但至少在面對困難挫折的時候 我還能夠成就應對 勇於承擔 有家長因為認同教學理念 每天花三四個小時 接送孩子上下學 甘之如矣 距離不是問題 我不怕 我小姐因為小姐是對的 我改了自己 給孩子一個很好的學習 會成長的機會 兩句話 隨隨便 來 隨便 來 隨便 大愛幼兒園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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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愛新聞 珍珍美志工 美國報導 鏡頭回到台灣 清明廉價最後一天了 今天下午仍然會湧入 北返的車潮 由於北返車潮 已經在前兩天分掉了一部分 今天沒有預期的擁塞 我們有針對重點的一個交流道 實施比較嚴格的一個砸到一空 所以國道主線會比較 可以維持一定的一個服務水準 另外我們也有發現 其實我們假期間的每一天的一個 短途履次都是比較高 都超過50%以上 那我們也呼籲就是用人 短途履次就盡量不要上國道 不過還是要注意 在今天早上10點以後 可能就會開始出現車潮 交通部高工局表示 今天擁塞的路段包含國一 西羅到濠岩 國三南投到霧峰 桃園英哥到龍潭等路段 國武宜蘭到平林較擁塞 但是預計下午5點就會舒緩了 其他路段都可以維持順暢的車潮 幾天的連續假期也即將告一段落 剩下今天最後一天 收假前夕心情難免會低潮 要如何來調整消除焦慮 聽專家怎麼說 來到社區公園散散心 廉價尾聲準備回到工作崗位 內心莫名焦慮產生壓力 這時需要正念思考 情緒念頭感受在升起的當下 我們保持覺知 不去評判這是好的這是壞的 這就叫正念 我們先吸氣把肩膀守到最高點 氣吸到最高然後吐氣 瞬間放鬆肩膀重複三次 或是一步一腳印 感受踏出去的每一步 和大地緊密的接觸 正念減壓課程 讓每個念頭回到當下 正式體內情緒 重點就是把這個念頭 從胡思亂想跟擔心的事件上 拉回到虛體的感覺上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包含從呼吸它其實就可以訓練我們的覺察力 第一個我們要先覺知壓力的升起 第二個是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怎麼去回應壓力 像剛剛這個聳肩放鬆就是一個 我覺察我有壓力了 那我想說我當下來做一個放鬆的處理 它其實就有點類似 我現在給自己十分鐘 手機APP引導身體放鬆 覺察每個想法 不同情境 還有不同應對方法 國人自行研發 幫助現代人 重新找回自己 帶來新聞消失節 許英豪 台北報導 前幾天的這個空氣真的很糟糕 因為受到了中國大陸甘肅地區 出現大範圍沙塵暴吹襲的影響 污染物濃度偏高 空氣都不好 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 資料顯示 但是呢 在昨天雲林台西側站 出現了危害等級的褐色警報 15年來最嚴重的沙塵暴 這裡是雲林台西五港村 居民一早起來 感受到強烈的風勢 夾帶沙塵 空氣很糟糕 風很大 然後就是霧亡嘛 就是空氣很不好 早上起來 我們如果做範圍說 那整個臉都說 整個鼻孔 整個都很高的 居民戴口罩 穿臉帽外套 包得緊緊的 環保署表示 是受到大陸甘肅地區 出現大範圍沙塵暴吹襲的影響 在甘肅地方呢 發生了沙塵暴 那沙塵暴捲起來的沙塵呢 它向南移動的這個過程 就這個網路帶到台灣來 全台除了東部之外 空氣品質都不好 北部因為有下雨 稍微緩解 但在中南部 AQI都飆高 尤其在雲林台西 更是出現最嚴重的 核色警戒 它風速到達14公尺每秒 我們本地的陽城 對空氣產生影響 境外的沙塵 兩個共同作用底下呢 讓台西的這個PM10呢 一直上升 接近900微克每兩公尺 環保署提醒民眾 要減少外出活動 預估隨著大陸冷氣團減弱 8號起空氣品質才會逐漸改善 大愛新聞 雲林台北綜合報導 不過今天的空氣品質好很多 空污的問題加上天氣忽冷忽熱 皮膚科的醫師臨床觀察過敏的問題 門診至少增加了兩成的病例 皮膚裸露在外 已遇到春季天氣變化 或是空污懸浮微粒刺激 就容易誘發過敏 要避免皮膚出現紅腫 搔癢 脫屑等現象 清潔格外重要 他們用清水洗臉就好了 請勿用刺激性的洗面乳 因為這樣的話 會讓皮膚更加的敏感 那此外要注意保濕 那保濕的部分的話 也是接觸保濕就好了 也不要用到什麼面膜啦 那些 因為其實裡面還有很多的一些 複合物也會 可能會造成激發性的過敏 而中醫可以透過按壓手肘 軸橫紋末端的驅持穴 以及手掌抱腹膝蓋 虎口處往上45度的血海穴 同時搭配飲食 來緩解皮膚過敏的情況 要少吃發霧 那發霧又是以香菇 菇類 竹筍為主 春天跟乾是最有關係的 乾又是煮青蛇 所以我們可以多吃當令青色的蔬菜 那又是以現菜為最推薦 因為它除了是當令之外 它還有固皮味的功能 如果皮膚出現秋疹 越來越癢 甚至脫皮等情形 可以先到皮膚科就醫 透過抗組織胺 或是肋固醇來改善 避免反復發炎更嚴重 大衣新聞陳千惠 張國雄 台北新店報導 有些人在廉價也是日夜顛倒的 要注意不正常的作息 也可能會造成體重增加 醫師就分析因為腎上腺素 在不適當的時候大量分泌促進食慾 引起脂肪細胞數量累積 如果長期的壓力同樣會讓荷爾蒙失調 引起肥胖上升 廉價期間熬夜追劇 作息大亂 原本腎上腺素分泌有規律起伏 早上8點最高 到了凌晨3點降到最低 一旦荷爾蒙分泌失調 將引起脂肪快速累積 你看我就知道我是沒有在管 就很晚睡啊 然後吃很多 睡眠不足是一直的問題 有個小孩就一定會睡眠不足啊 長假期間反而無法補眠 原因出在腎上腺皮脂素 和胃分泌的飢餓素增加 都會促進食慾 但是瘦素和血腥素 雖然能抑制食慾 卻減少分泌 加上運動量下降 補胖也難 醫師提醒 除了調節生理時鐘 也別忽略壓力因素 你雖然沒有失眠 但是壓力大 那你的腎上腺荷爾蒙也會上升 這時候你的食慾也會上升 那加上壓力大的時候 有誰會想運動 減少食用麵條 吐司等白色精緻澱粉 以免囤積多餘熱量 畢竟體重控制沒有潔淨 廉價暴肥還是得付出健康代價 答案新聞 蔡玲 李明華 台北報導 英國的小胖弟小胖妹也不少 在英國公共衛生署之前的報告 全國四分之一的全年人 與將近兩成的十到十一歲的兒童 有肥胖的問題 人民因為肥胖患上了各種疾病 為了打擊這個問題 政府祭出含糖飲料稅 希望減少民眾飲用只有糖分 但是沒有養分的飲料 甜滋滋的飲料如此誘人 喝下肚的不只有快樂 還有多餘糖分 你不需要吃這些飲料 而且它不會給你一種感受 所以它會發生肥胖 和肥胖2癌症 從這星期起 英國政府針對含糖飲料徵稅 每100毫升飲料 如果含糖量達5公克 就要繳交每公升 約台幣8元的含糖稅 假如每100毫升飲料含糖量 在8公克以上 每公升就要徵收約台幣10元的稅 果汁 牛奶產品除外 英國政府會祭出這項政策 是因為有調查發現 全國六成人口有肥胖問題 在這些人當中 每四個就有一個體重過重 必須努力降低全國過胖 以及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人口 早在2016年3月 英國政府就宣布 增含糖稅的規定 經過約兩年的緩衝期 今年4月正式上路 這筆稅收將用於資助學校的 營養早餐 以及學生體育活動 其他其他債務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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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國家 都只加了價錢 而加了價錢 來減少飲食 而在英國的債務 在英國的債務 可以減少飲食品的確保 英國政府估計 含糖飲料銷售量 可能因此下滑二到三成 飲料廠商為了避免被課稅 早就調整成分 英國獨立財政監察機構評估 進入國庫的含糖稅收 可能不到兩億一千萬英鎊 換算台幣約八十八億 比當初預估的數字 少一半以上 有英國民眾開始在家 囤積原始配方的飲料 知名碳酸飲料大廠 則是不願改變經典飲料的配方 但會縮小包裝 提高售價 未來要在英國酒吧喝可樂 每瓶藥價將超過台幣100元 大愛新聞陳曉玲編譯 街頭藝術在美國紐約遍地開花 但是很難想像 就連相對保守的以色列 現在也是處處看得到 塗鴉創作 多開了藝術家沙拉恩索 把提供紓壓的畫作 帶進以色列的街頭 轉變路人的心情 時髦的黑線條塗鴉 搭上招牌紅唇 不經意灑落在大城市的小角落 時髦的黑線條塗鴉 搭上招牌紅唇 不經意灑落在大城市的小角落 不經意灑落在大城市的小角落 她是塗鴉藝術家沙拉恩索 一頭捲髮搭配牛仔褲 只要一支筆一面空白就能作畫 很難想像她曾是以色列極端保守的 猶太教訓之信徒 沙拉恩索 來自以色列脫離封閉的宗教束縛後 定居美國紐約 透過標誌性塗鴉 為二手物件重獲新生 短暫回到以色列參與塗鴉工作坊 整座城市都是她的創作舞台 衝撞傳統枷鎖 恩索說她的畫作都是下意識的自畫像 描述不同心境和不同內心角色 藝術拍賣集團ArtNet 將恩索列為群球十大受關注的街頭藝術家 懷有潛力超越英國知名塗鴉作家 班克希的繪畫境界 帶來新聞 留日豪編譯 這些街頭巷尾發展出的藝術 跟環境結合 往往讓人感受都非常的活潑奔放 而藝術家常常也喜歡挑戰經典 用不同的形式來傳達自己的視角 中國毛線藝術家阮紹真 耗費了三年半的時間 用勾針和毛線 完成長達11公尺的毛線版清明上河圖 這是你我熟悉的清明上河圖 但這樣立體的版本您見過嗎 那個橋都是勾線勾的 那個樹木那個屋頂這個 都是用毛線勾出來的 一針一線也能勾勒出 北宋別徑的繁榮景象 阮紹真人生走過56個年頭 毛線創作就佔了他大半人生 擁有福建工藝大師等 三大國家級頭銜的他 運用染 鏽 裁 剪等等 十多種工藝方式 將經典劇作詮釋出新風味 這個是最淺的 還有這個棕色的 有三種顏色 你看這邊有兩種 淺色 棕色 棕色 台灣這幾年則是 興起了老屋改造的風潮 怎麼樣讓老屋來活化 也要讓下一代了解過去的 傳統文化 彰化南國國小去年 向幸福成租了閒置荒廢的日式官社 在師生共同努力下 從無到有賦予老屋新生命 學生們親自佈置 還單願導覽志工 它就是一塊一塊的 然後就可以不用讓水噴進去裡面 詳細解說日式房屋的特色 才小學六年級的少先 當起導覽志工毫不含糊 然後彰化地區就是隸屬於台中中 關於郡守官社群的歷史點滴 向參觀者娓娓道來 邵軒說自己收穫很多 我的口語表達能力 然後還有一些對於 就是我們彰化的一些歷史的老房子 還有古蹟更有感覺 彰化南國國小 向縣府成租日式木造老屋 師生投入古蹟活化 加上在地人士協助 大家親力親為 從無到有 賦予閒置荒廢的官社 一個全新的生命 帶著孩子一起 然後從那看起來很荒涼的樣子 然後把它整理出一個 驚然有趣的樣子 希望它可以帶給孩子們一個學習 然後它是具備有教育意義的 學生親自設計 佈置空間 擔任導覽志工 歷史不再只是課本上的文字 而是深刻的體會 連結本土文化 連結生命故事 這是最動人的一些藝術活動 所以我覺得很棒 我們會看到孩子 可以很自然地去介紹這些 已經融入他生命中的故事 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保留古蹟更需要活化它 才不至於變成文字館 讓學生親身投入 結合教育 比只是埋頭讀歷史更有意義 大愛新聞 張國丹 蔡玉凱 展化報導 美國洛杉磯有一間自拍博物館開幕 在這裡所有熱愛自拍的人 都能夠拍個過癮 希望最後帶你一起來看看 同時感謝您收看 下回